怎麼樣? 有何業精… 這麼多位街坊, 今天這麼人齊 太好了, 這樣我就可以一網打盡了 不…我的意思是 看到這麼多位街坊都在齊 我心情不知為何特別激動 趙坤今天的嘴巴好像有朗過的 一定有鼓, 但得省定一點 你看多多現在, 大過了這麼多 又漂亮了, 身材又好 翌日不做大明星, 真是浪費了 趙坤, 你說得倒挺好的 當大明星, 哪有那麼容易 尤美, 你說得對 做明星這些事, 一定要自小開始培養 我們可以看看歷屆的港者冠軍 誰不是拼材藝, 拼學歷, 是嗎? 是, 說得自己好像大明星經紀人 是 成叔這麼憤怒, 沒關係 我講不上什麼大明星經紀人 但是如果各位想報培訓班的話 可以來找我 請指教…了解一下… 培訓班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喜庞仙兒童組教中心 高級銷售顧問? 沒錯… 在下最近就剛剛轉了行 我立志要為社會培育英才 為家長培養後代 趙坤, 我們家多多呢 我已經給他報了繪畫班 英語班, 鋼琴班, 台報嘛 尤美, 你這樣說就缺乏一種前瞻意識 哪一個小孩子身後 是沒有三五七的過程的? 很平常, 要培養他當然要這樣 一三五就是芭蕾舞 二四六就是那個跆拳道 到星期日還要補傲, 是嗎? 古語也有雲 北京一番寒切骨 興奏以過萬松山 一個小孩子上這麼多貨 還哪有時間去玩 我認為一個小孩子 有一個快樂而且自由的童年 才是最寶貴的 勞日結合才可以健康地成長, 是嗎? 他給他這麼多壓力, 適得其反 那個字讀壓力, 壓是用來吃的 飛眼, 是嗎? 你自小應該是比較自由、比較快樂的 所以長大後再說兩句話 就開始眼反反了, 是嗎? 尤美, 有見及此 你就要自小培養多多 要不然好像飛眼那麼大 那時候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大家不需要聽他在這裡妖言惑眾 是嗎? 我兒子, 學多多, 讀書少 不就一樣做老闆? 那倒是, 我讀書的時候 成績夠差, 是嗎? 現在一樣十套把讀屋 拿著在手裡收縮 所以一個人出來社會 不是只靠讀書就行了 還要說人面、社會關係等 沒錯… 叔叔, 說得非常好 好, 我預測你們當中 應該會有人來找我 那個人可能第一個就是你, 成績 你一定會來 你怎麼說呢? 這麼巧? 我去找葉主任 怎麼了? 葉主任不在這裡 不在嗎? 我們倆是來聽貨兼報名的 報名? 阿閃, 誠叔 你們來也是為下一代投資未來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說 是這樣的 昨天趙坤給我們介紹了幾門課程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試聽一下 這幾門課程挺有趣的 是嗎? 我就給我女兒又報了一門 又報? 你那個女兒已經有三個課程了 你還報就給她休息一下 不怕你這麼慘 不怕你 時間安排好就行了 擠一擠就有的 我都給她宣佈了 超人類智力開發, 高階課程 沒聽過 正因為有你們那些沒腦的家長 所以趙坤才得手的, 我告訴你 傻瓜哥, 總是投賣 這麼人齊 你又去上這些課? 有嗎?你喝了嗎? 當然沒有了 不過提前準備就對了 雖然媽媽很艱難 沒有準備這些課程 很害怕, 到時候有了要學一次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最近的氣質 有點不同呢? 來, 看看你學什麼課程 有什麼不同的, 這麼可憐 寶寶成長, 真是… 為人切你吃什麼 媽媽完全受傷 用不用? 這麼多本食物, 整個枕頭這麼厚 你什麼時候熟了? 是, 什麼時候熟了, 我就沒人知道 不過我覺得想齊這些貨 我隨時可以準備做媽媽了 我有洗等, 很開心 我進去找她看看有沒有這些書 幾隻超級的自人賓, 煮用餐 你們覺不覺? 大嬌今天整個人都變了, 對吧? 陰聲細氣, 不同祭前 糟了, 這次又沒跟往日了 日子是會變的 幾次都變成… C, 四笨 C, 你選C, 我選A, 還四笨? A, 什麼呢? 你們兩個忠穎而已 願你吃三飯不行嗎? 現在人在這裡吃飯? 沒事, 狗仔很可愛 不要呀, 我和他 有兩天婦打算去那裡旅遊 我說要去日本, 他說要去泰國 你知道我的嘴巴是厲害的 她的嘴巴也不收拾 然後又爭倫不了 最後決定了一條 美國常春藤入學考試的題目 看看誰撞得適合聽誰 常春藤, 來… 其實我說你們兩天都選錯了 我就說應該選這個D 有什麼理由選D 我告訴你女生的答案 最久不回答的就是選D… 你的智商是D, 真是生D 你現在不要掛名字, 真的好像是D 大嬌, 你什麼時候智商爆棚的 人家這個什麼?外國的大學入試題 你也認識嗎? 這些就是有試飲科和沒有試飲科的區別 我除了試飲文化科之外 我還在試飲樂器班 還有思維羅撻的能力科程 這是什麼? 以後我的小朋友肯定要送去外國時讀書 然後我要他們讀最高班的學校 用不用? 你和大嬌好像兩個還沒結婚 你這麼快想到以後的小朋友 送去哪兒國家讀書 對… 想起來就對了 不過現在贏在起跑線量就沒有足夠 要贏就要贏在PayToy成形前 你想報培訓班? 不是我報, 是替柳銀報 柳銀和天佑差不多時間結婚 看來他們的小朋友差不多大小 如果能夠令柳銀做一個高素質的爸爸 我們列加第三代就贏在起跑線上 成叔, 你真誇張 這不是叫贏在起跑線上 這簡直就是偷捕 想不到你平時老老實實原來這麼誇張 不過我喜歡 你真誇張, 你真誇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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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叫你上課 我不是叫你上天, 耍手劍令頭 我寧願你叫我上天 你… 你去叫我報什麼精英父母培訓班 就算你肯付錢, 我肯學 以我的學習能力 我以為你也等於把學費調到鹹水海 我可以而已 過來 你不是你自己著想 你也為你的下一代 為你兒子女女著想 你有沒有聽人說的 小孩子的原生家庭氛圍 對他將來成才 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你…你給別人一個板 你不可以做人這麼自私 以前你說我要為父母讀書 現在你說要我為兒女讀書 我這輩子都被讀書累死 真是慌疑 莉莉, 我覺得這輩子應該有自己的興趣 和愛好, 是不是? 將來等寶寶長大了 再去學, 還未遲, 是不是? 沒錯, 是的 等寶寶長大了, 那就遲了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什麼NBA的選手節目 你有版本來看 做父母的都是一樣的 想孩子成為鋼琴家 那就要去報鋼琴班 想孩子以後成為畫家 那就要去學畫畫 你們兩個在吵什麼? 不是很早就聽到了嗎? 你們兩個回來得正好 幫我勸一下那個臭小子吧 我叫他報網校而已 真可憐, 像把他抓去辣 現在這麼多人報網校? 是嗎? 是呀, 剛才聽成叔跟趙君說 準備幫有銀報的 是, 天才爸爸課程 現在流行這種事嗎? 誰呢?成叔幫有銀報? 是呀 那隻剩下的狐狸, 死了他 學人偷報, 走 偷什麼報? 兒子 兒子 康天憂 你真糟糕, 幾點? 還在這裡睡懶覺 媽媽, 我們飛天十點半才開門 你讓你們看, 我睡一會就不行 就是因為你還沒開門 所以你才要趕快上網打卡 昨晚刻報章的題目你做完了嗎? 還好說, 要不是昨晚做的題目 做到兩點半, 我現在要睡覺 拜託你, 如果聰明是聰明的 誰做到兩點多? 一頭半個小時就已經做完了, 是嗎? 你還在睡覺?趕快上網打卡 打…打什麼卡? 打什麼卡?我真是被你氣死了 人家列有銀, 朝朝八點多 就上網做題去打卡 人家多勤奮 你想你的兒子比他兒子輸說? 那我的孫子就讓人們慢一步 到時候你會成為看家的罪人 你知道嗎? 罪人? 是呀, 開機… 打… 你在這裡, 媽媽也找不到我吧 是… 叔叔, 我… 要我出來入火嗎? 你知道天憂那份人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沒甚麼腦 我怕他會被人偷籠轉鳳, 當然要親自來 是呀, 行…你放心 總之我考不到九十分, 我不吃飯, 好嗎? 是嗎? 楊 撞鬼了, 你又來這裡偷雞? 最壞也是你 要不然你每天八點鐘準時打卡 我必須這樣偷雞, 媽媽每天堵住我 你還好意思告訴我 要不然你每次考甚麼八九十分 我花這麼辛苦 我現在考不到九十分, 沒飯吃 看來你的情況和我差不多 雖然你… 大家都是輔導忠人 這樣下去真是不行 我現在的感覺 比當年高考之前溫習那段時間更辛苦 對了,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怎麼知道呢? 我又沒有試過高考, 垃圾 不過我敢肯定, 如果叔叔當年 好像現在這樣逼我 我去參考高考, 一定考得重點導遊 唉呀… 唉呀… 真可憐 兒子, 厲害吧? 好可憐, 只有你聰明, 看前夾過的答案 現在我們叮噹碼頭 頓鼓, 他們都不會再逼我們 沒錯 早安…兩位偉大的家長 兩位未來偉大的家長, 早安 早安…你真厲害 怎樣? 我兒子很神奇 居然A卷、B卷加起來198分 你說神奇嗎? 是呀… 潔坤… 兒子和我今天心情離瀉好 是嗎? 我的兒子第一名 兵列… 好… 天丘同學和有銀同學 這次的測驗成績的確非常不錯 是呀… 但第一名並不是他們 這次測驗得到第一名的 是大嬌同學 他的A、B卷都是分別拿了一百分的 大嬌同學真是一個人才 大嬌同學和天丘差不多大嬌 我還不說將來他的小孩子 和我的兒子真是和我家裡都不認識 糟了, 如果說出去 我的孫子不如番薯嬌的孫子 豈不是被人笑得臉都黃? 好丟的嘛 是…其實我覺得200分和198分 都是差兩分 是呀 差別不是很大 你別說了, 真是的 中國式的高考 就像千鈞萬馬過獨木橋一樣 是嗎?卷面上差兩分 但實際上你的標準分 分分鐘可能差二、三十分 你真不知道多恐怖 兒子 看來我平時對你太過心慈手軟了 不, 從今天開始 多報兩個班 真隨便說, 科科科你也滿堂紅 科科你也滿堂紅 又說那一道癢… 他們多報兩個班, 我們報夠三個班 四個 叔叔在經濟上, 無上限支持你 你太太還沒回來? 她這麼聽你媽媽說會不會出賣我們? 你放心, 我太太一定會出賣我們 回來… 哥哥, 這麼遲? 這麼遲?你不知道嗎? 一天倒楣就是你那個叔叔 慘了, 一見你失聯立即拘捕我 跟我說什麼人生大道理 你孩子好與壞, 父母責任罪更大 是要逼我跟他做什麼 最強左佬一百題才放我出來 叔叔怎麼搞的? 燒了你的膽子 看來他已經完全失控了 現在無論如何, 我們當無知急 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哄碰他 最壞的就是趙坤 好好的, 雞仔梅人不做 就去做什麼課程顧問 保重他吧, 自己幾斤幾斤 自己不知道嗎? 現在弄得整條槍勝街的人都失魂了 沒錯, 罪魁禍首就是趙坤 所以我們應該收買他, 令他消失 收買他?怎麼收買? 不是, 你有錢嗎? 他有 趙坤也說搞不定了 我覺得我們要想辦法 搞定我媽和你一叔就行了 怎麼搞的? 我們一如以其人之道, 還至其人之身 阿時 你的嘴巴有勾嗎? 我這頭沖完慘了, 你就趕來了 什麼風吹到你老人家過來? 別用這個面子對我, 好不好嗎? 畢竟我們也有一層親戚 我們和大嬌才是對手 所以我們要統一戰線 喝茶吧, 謝謝 統一戰線, 我還沒說你 之前是誰剩雞丐賣掉我 去跟趙坤報名嗎? 那些事, 別說… 我們既然是親戚 我和你只不過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我們和大嬌就不一樣了 他屬於對手矛盾 統一戰線 走不走? 是嗎? 媽媽, 你一題怎麼做? 好 哪一題? 哪一題? 這題 小學生這麼簡單的題目也做不到 你這樣來回答吧 有眼睛 現在小孩子考慮的題目 像智商題目一樣 無厘的, 學到什麼, 九五答八 誠叔,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雖然這題目看來九五答八 但他考慮小孩子的邏輯推理能力 而且還考得到大家的中文語法能力 是不是?一點都不無厘 這麼厲害嗎?推理嗎?推什麼理呢? 媽媽 你平時不是說 我們當家長的文化水平很重要嗎 有沒有想過你們老一輩的 文化水平也很重要嗎? 臭小子 我是叫你去讀書 知道我是叫你讀書, 不是叫我讀書 關我什麼事才行 是假的 蕾, 你這樣說 姑娘真的不歡喜了 什麼? 姑娘就以一個家長的身分來教育你 做人的道理, 是不是? 你試想一下 我們現在年輕人做事很忙的, 是不是? 以後三個小朋友出來誰照顧 無非就是爺爺媽媽照顧 爺爺媽媽的文化水平不高 怎麼照顧小朋友, 對不對? 沒錯… 叔叔, 你想想一下 我們跟你住在一起 以後有寶寶的時候 我們要開店 我的寶寶肯定是你來照顧 是 在學習上,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就是第一責任人 是嗎? 你把這麼大的責任推到我身上 你知道你叔叔文化水平也不多 你們把這麼大的責任推給我 我受不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等等… 從今天開始 你們和我們一起陪伴 婆婆, 你整天都說了 原生家庭的氣氛很容易影響 我感到下一代的成長 媳婦, 婆婆我年紀大, 機器壞 接受輪廢會差很多 不用進步了 媽媽 你說的, 不想小孩輸在起跑線上 你說千萬不要做看家的千古罪人 是 等你 快進去, 放心 都關門了 五仔… 不去行不行嗎? 當然不行 婆婆, 不要鬧了 乖, 最多這樣 你放學後, 我來接你, 好嗎? 是啊 臨老才學催點打, 學不懂 你也是的 你做這樣的班 你先問我, 浪費錢 乖, 媽媽 乖, 學補習班 很好玩的, 知道嗎? 又可以學到東西 又可以認識到同學 記得上課不要聊天 不要跟同學打架 不要頂老師嘴 如果要去廁所 記得舉手, 燒, 燒, 燒 對了, 加上廁所 阿叔, 遲到 被人罰棄, 醜樣子 是 我已經幾十歲了 還要被人罰棄? 我有高血壓, 站得很久暈 知道你暈, 你早點起床 睡得這麼晚, 你也是 明天你買個新鬧鐘給他 罵他起床, 待會遲到 對… 培一百尺 幾十歲的人 少許東西都會記得 真是… 很恐怖 妙禪同學, 嘉誠同學早安 幾十歲, 被人叫同學 真是類似骨鼻 對…你也不知道 剛才兒子跟我說過的事 我二十多年前跟他說過 真可憐 世界輪流轉 怎樣也好, 你跟老師打招呼 好, 快點 對… 一二三, 趙老師好 你好 你們好 現在時間不早了 要進去上課了 跟家人說再見 再見… 乖… 乖… 來… 請她來照顧 走… 認真上學了 好, 家長走了 家長走了 要你爬進去 快點, 快點 上課掛著搶紅包 佛抄輸五次 難道我們要全程輩 要你總課 獎你幫成叔 獎我婆婆兩個人在這部客集 快點,快點,快點